我認識的協青社 我們通常講Y.O 我覺得這個組織很特別 Y.O是專門服務高危青少年 而Y.O的服務給我的感覺 即時感很強 因為它有24小時人手接聽的熱線 所以24小時都接觸到註冊社工 另外如果有需要 可以即時入住協青社的大樓 在西灣河 而你對即時青少年需要這些服務 是很對比的 為什麼呢 就好像急靜室 它有工藝了 就要即時服務 但是講完即時服務 從而之後 其實它有些跟進服務 是以保護它的即身心 發展它的潛民 這裡有後續服務 另外就是 以Y.O的服務的範圍 其實是無邊界的 全港性的 Y.O裡面的住宿服務 我們有危機中心 包括男同女的青少年 如果她有需要 我們即時會帶她來這裡 即時入住 很多時候 高危青少年 面對她自己的危機的時候 其實她有很多關注 包括她自身的安全 她自身的打算 變成當天 當晚或者當日即時 去解決了這些 她自己的關注點 從而過了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Y.O的院舍 在危機中心之後 會有些隨後的協助 例如她身室發展 她要讀書 我們會安排讀書 或者她是離學 打算逆回學校 也可以安排 另外就是她們 可能對家庭 跟家庭可能有些問題 有各類原因 其實Y.O的服務 不僅是對青少年 其實她家人 我們也是重點關注 亦都是輔導 包括範圍之內 其實危機中心 我們預設大概兩個月 時間如果過得快 也都是 青少年有需要繼續住 其實我們也有 另一個服務就是自立堂 而自立堂的住宿時間 是長一點的 長大一年的 那個目標都是一樣的 都是扶持她 而自立堂可能 就是慢慢成長 她們是可能絕學的 她想回到學校 我們又可以幫到她 就是重回校園 如果她說 需要想在社會發展 做工 其實我們的職業訓練 其實有包括 你說到我們有住宿 其實她有學校 需要去上學 可能她想做事 其實她沒有社會經驗 又怎樣呢 其實我們特別之處 就是 其實我們Y.O大樓的樓下 有很多不同商店 都是屬於Y.O的連繫店 高危青少年 去做投入社會的第一步 會聘請她們 其實Y.O很大的特點 是來者不拒 她多少歲 她甚麼事 我們會先收到 另外入到來 就是說 如果是這年多的疫情 其實在哪裡都不能去 大家有社交距離 但是Y.O內設了 有這些活動和場地設施 還有有職員 有合資格的教練 還有合資格的註冊社工 其實他們 我們這裡的社員 其實在疫情 是在這裡做了很多活動 包括攀石 打球 葡巴各行的活動都有 除此之外 除了Y.O利用自身的優勢 其實如果發展青少年 他們的身心 我們也有自設了 我們中心裏面自設了很多項目 包括了協助她 在生活技巧成長的方面 包括了煮食 起居飲食 清潔 以及最重要是與人相傳 因為Y.O的住宿服務 它是以家庭形式的 有得住 有好像媽媽的角色去煮飯 如果是自立堂 如果是危機中心 每晚都會開飯 也會坐在一張大桌上吃飯 其實這些生活技巧是很重要的 與人溝通 因為我們是一個人的社會 所以與人溝通是很重要的 從而之後我們有很多發展他們的潛能方面 潛能或是生活技巧 我們有些興趣班 教他們做甜品 或者是有些互相去分享的 讓他們自己大家聊一下 建立一些人際關係 在發展他們的個人身心和發展方面 都落得不少功夫 社會的變遷到現在 2021年變了很多 社會的結構 家庭結構的組成 和一般的生活和教育水平 是提高了很多 現在一個家庭 可能只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或者是單一個小孩 跟以往的一家人有很多個小孩已經完全不同 在數字上 近年服務對象的數字 的確比一九九一年 即是九幾年的數字下跌了 以往都差不多接近六百 但是近年就是四百多 但是我們用的服務 其實加強改進了很多 是佳因的需求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接收到很多的青少年 有一定的成數 在情緒和行為上都有問題 原因是各異 很多時候都是家庭的因素 可能是家庭的父母 環境等等 而他們的需要 是在心理輔導 或者是輔助成長過程的技巧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近十幾年開始 因為有這樣的需求 我們Y.O.十幾年前開始 已經是有臨床心理學家的服務 是專為一些情緒 或者是精神上有需要 要支持 輔導的方面 時至現在 你問我Y.O.有幾個 已經有三個 如果你想想 如果我們一個機構 以四分三是籌款得回來 而有三個臨床心理學家 你可以想而知 那個需求是多少 多少 多欣賜 而我們G.P.S.也近年 有跟某幾間指定學校 去做服務 因為這樣 在學校之中 也發現了很多 有部份學生有需要 從而轉介到我們Y.O.接受服務 其實我想說 其實有很多青少年 可能是有需要 例如心理服務 或者是Y.O.的危急處理服務 但是可能是渠道不足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也展開了很多的工作 去接觸 盡量給予機會 Y.O.接觸其他的組織 或者是令其他組織認識Y.O. 我們協稱社只有青年人 而掙扎很多次 在一些很惡劣的環境中 是掙扎成長的青年人 但是更加是需要我們的支持 和鼓勵 因為它是遇到一些 一般青年不會遇到的困難 但是我又會不會 跟蹤人說 你先把這個請求 做什麼 判斷